我們來看這個化學平衡的另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四氧化氮跟二氧化氮之間的轉換 在一個密閉的環境裡面 我現在有一些 一開始例如說有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它是紅棕色的 一開始只有二氧化氧 然後你放著慢慢它顏色會變淡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二氧化氧會變成四氧化合氧 四氧化合氧的話 然後到最後反應平衡了 這顏色就不會改變 然後現在我如果把這個溫度升高 溫度升高以後這個顏色它會變濃 為什麼? 因為反應會往這邊移動 那如果你溫度給它降低以後 它反應往這邊移動 這個時候的話它顏色會變淡 你加高溫 你把溫度提高 它顏色呢 紅棕色的顏色變濃 你把溫度降低的話 它紅棕色的顏色會變淡 那這樣我們就知道 從這裡到這裡 它是一個什麼? 吸熱反應 就從四氧化氧化氧變成二氧化氧 這樣的反應是一個吸熱反應 為什麼? 因為它在高溫的時候它往這邊移動 那什麼叫高溫? 就是你加熱 就是說 你把這個反應物給它加熱的時候 熱我們就割開一下 你給它加熱的時候的話 它這個反應往那邊移動 所以它紅棕色的顏色變濃 那你給溫度把它降低 代表你把熱拿掉 你把熱拿掉的話 它這個反應往這邊移動 這個反應速度變快 這個反應速度變慢 這個時候紅棕色它顏色變淡 代表這樣的反應 它是一個吸熱反應 這樣反應吸熱反應的話 當然這樣的反應就是變成放熱的反應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它有講 溫度升高有助於吸熱反應 這個吸熱以後變成它 那溫度降低 溫度降低的話 有利於放熱反應 溫度降低的話 有利於往這邊反應 這邊反應的話 它是放熱反應 那二氧化氮與四氧化氮的平衡系統中 高溫乘紅棕色 高溫乘紅棕色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方向 它是吸熱反應 那低溫乘無色 低溫乘無色的話 代表這個方向 它是放熱反應 這個方向是放熱反應 那這個方向是吸熱反應